讓人搖頭啊 怎麼又出現公車暴力事件 在新北市這位高三的張同學 禮拜一腸胃不舒服 肚子豪痛 請假趕快回家 結果公車上卻目睹這樣子誇張的狀況 這一位全身都刺青了刺青男 不滿隔壁乘客講電話講太大聲了 很踹男子耶 這位同學呢 不畏恐懼 就馬上出面來制止 讓其他乘客稱他是公車的張乙哥 公車上年輕人開心地講手機 但三一秒 隔壁的刺青男突然衝過來 被打的乘客嚇傻了待在那 刺青男又準備動手 後方出現一位見義勇為的張同學 打人的刺青男還把同學叫下車嗆聲 但男同學一點都不怕 讓其他乘客大讚他事 張乙哥 抓著他的頭去撞那個扶手感 然後再拍丫頭 大概是這樣 那你怎麼做 就是摸他的肩膀 然後先把他扶開 然後請就是那位先生 就是請迷你一點 冷靜一點 拿起腰帶 其實當時張同學腸胃不舒服身體相當虛弱 但看到公車上有暴力事件 第一時間本能出手相救 問我的時候說你認識他嗎 然後我就說不認識 他說你是英雄嗎 你管那麼多幹嘛 像這些 你當時不會怕嗎 當下是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到事後才發現有點緊張 事後想起來其實好危險 但張乙哥說 再碰到還是會阻止暴力行為 校方頒獎還積大功鼓勵 要給這位正義的同學 比個贊 中文學劉淑淑 黃金城 少西洋 幸福收到